王浩大哥怎么观察这样的变化 对前面李正浩和吴明杰讲的都很好 我想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他们讲到了东海台海南海和印度洋的问题 我想稍微补充一下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个角度也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就是从表面上来看 普丁跟这个习近平是最要好的朋友 他们俄罗斯和中国有战略伙伴关系 相互往来非常密切 可是这里面实际上俄罗斯跟中国有相当多的矛盾 而最近这个矛盾呈现的越来越明显 当然第一个我们刚才谈到了印度 那俄罗斯跟印度是传统上非常友好 那印度有大量的军火是从俄罗斯买的 然后俄罗斯也提供印度这个天然气 和各种的这个石油的状况 那么这个这一次在中印冲突的时候 俄罗斯当然也是表示中立 也说俄罗斯不会专门来调停 不过呢最近这个中国和印度国防部长的会议 是在莫斯科举行的 然后这两天王毅跟印度外长要会议 也是在莫斯科举行的 可见印度对这个问题 俄罗斯对这个问题是很重视的 那历史上1961年62年那时候的中印边境冲突 苏联是一边倒的支持印度的 所以从这个历史上来说 俄罗斯支持印度在边境问题上 这是有先例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蒙古问题 那最近所谓南蒙古 这个中国强迫南蒙古来说汉语的 小学生要学汉语的这个问题 造成了这个很大的反弹 我们在节目上讨论过很多次 那北蒙古 蒙古人民共和国内部 就有非常强大的势力 公开的来支援南蒙古的 内蒙古的这个反抗的力量 那蒙古当然传统上 是苏联和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那个说老实话 蒙古人民共和国 蒙古共和国之所以存在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 是因为苏联的关系 那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如果这个蒙古共和国 因为中国在内蒙古的这些措施 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蒙古跟中国的关系紧张的话 俄罗斯一定会支持蒙古 这是第三个情况 那第四个情况当然是病毒的这个状况 就是俄罗斯实际上在这一次疫情当中 也深受其害啊 这是非常严重的 有超过百万人得病啊 然后这个俄罗斯实际上是最早封锁中俄边境 不允许中国人进入俄罗斯的 但即使是这样严格的封锁 也没有挡住病情 也没有挡住病情 也是造成俄罗斯的经济的极大的损失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俄罗斯的老百姓对于中国的 在这一次疫情的处理上面 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怨情的 那只是不过被这个普丁给压下去了 那第四个问题 实际上现在也是非常微妙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啊 最后是全世界人都知道 就是中国在美国大选中 是明显支持拜登 但是俄罗斯在美国大选中 明显是支持川普 这个问题上过去几年 俄罗斯和中国立场是一直不一致 那当然这个每个人 都是从自己国家利益出发 来考虑这个事情 普丁支持川普有他的国家利益 然后这个习近平支持拜登 也有他的国家利益 他们两个国家的利益是不同的 是矛盾的嘛 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个 印度 蒙古 病毒和美国大选 这四大关键问题上 实际上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分析 是非常明显 俄罗斯是跟中国对着干的 是 是对着干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讲了中国在东边的问题 在南边的问题 在西边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在北边问题也不小 所以中国处于一种 被四面包围的状态 这种状态 说老实话 就是习近平自己造成的 因为他只想要当皇帝 要当中华帝国的皇帝 然后到处去霸凌别人 全面出击 所以现在造成了这样一种 非常困难的局面 好 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